为什么秉中说这次李登辉说要筹组什么新政党 很有可能就是跟蔡英文在搞双簧呢 因为李登辉看似是什么不满蔡英文 我们看新闻报道说李登辉他不满蔡英文 对于很多台独的路线没有遵守 所以李登辉不爽他要成立一个新的政党 所以呢传出来呢这样的一个消息 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什么媒体乱报 实际上呢当中是有苦的 所以秉中大胆的判断这是李登辉有意放出来的烟雾蛋 那么这个烟雾蛋是要干什么的 他就是要制造出一种假象 让大家觉得说哎呀李老先生都还这么读 那相对蔡英文至少也维持现状啊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蔡英文好像还是个比较清纯的 比较理性的就像蔡英文派成威廷这些小英青年军 他们去搞一堆学运去闹事 那大家在看到蔡英文好像蔡英文比较理性 但是不要忘记其实蔡英文才是背后那个垂帘听政的西太后 拿来操控前面的这些傀儡皇帝 那么李登辉当然不是傀儡皇帝了 李登辉他是个太让皇 那他呢非常心疼蔡英文 他怕蔡英文震不住 所以他故意出这一首 他自己出来表演一下 让大家觉得说还有个李登辉这么独来反衬蔡英文似乎比较理性 那么刚刚我为什么说可能还不只唱双簧 可能还会是三人行呢 一方面我们呢可以看到 除了李登辉蔡英文之外 还有一个柯文哲 秉忠啊 可能不只是唱三簧 可能真的要戳一座麻将了 因为美国有一个知故学者 他叫葛拉伊 想要大家都听过他的名字 他最近说了一个报告 他出了一个报告说 蔡英文不会追求台湾独立 那这是不是真的又在出麻将呢 是 就美国人本来就是这样子玩弄你们啊 美国人没有停哪个党啊 美国人就让你们蓝绿永远斗来斗去啊 这样美国人才有的赚啊 我们过去听过一句中国的古话 叫做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美国人只是在玩这个中国在战国时代就玩过的游戏啊 就是这个渔翁得利的游戏啊 那么美国搭什么算盘呢 美国他的算盘很简单 美国人知道如果台湾真的法理台独 那么大陆绝对会动 因为大陆的反分裂国家法摆在那儿 这个大陆的红线画得很清楚 所以美国人呢 他不敢让台湾真的走上法理台独的这条路 但是美国人呢 也从来不想两岸和平统一 所以用李登辉的话来讲 就叫做让台湾呢 永远不正常 我们知道李登辉这些人啊 他们一直说台湾国家不正常 他们认为的所谓正常 就是要完成台独的最后一里路 让台湾正常 可是今天呢 就连李登辉自己都说 他没有要台独了 所以连李登辉都知道 台湾如果真的走上了最后的一里路 美国人就不会停我们 那么台湾失去国际的这些支持 台独就更没戏差 所以现在台独的这些人呢 他们就寄望于美国 寄望于日本 那他们晓得 美国人不敢犯这个忌讳 不敢直接走上台湾独立的最后一里路 所以他们现在玩什么 他们就玩隐性的台独 什么叫隐性台独 就是慢慢读 慢慢出 所以蔡英文呢 表面上跟你维持现状 表面上也不修宪 也不制宪 不像当年沉水扁 台湾中够一边一国 他绝对不喊 他就跟你这样混 然后一边混呢 一边克刚继续搞台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小朋友又出来了 所以我认为呢 这些小朋友啊 跑出来今天呢 又对克刚出来有动作 我不认为是 这些小朋友真的自己自发的 这个小朋友竟然还说 我们不能说 为安妇是被迫的 不能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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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